一块上好的翡翠料子 用钻料机取出手镯的样子之后 剩下的灼芯料子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翡翠灼芯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饰品 一般情况下 翡翠灼芯可以做成翡翠珠子 翡翠蛋面 翡翠圆盘 以及翡翠香叉等 如果巧用翡翠灼芯 甚至可以变废为宝 首先我们来看翡翠珠子 翡翠灼芯料可以避开裂纹做成珠子 裂纹对于翡翠来说是灾难般的存在 但它不能阻断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 如果灼芯的裂纹太多 我们可以车成珠子 这样既可以有效地避裂 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呈现翡翠的美 再就是翡翠蛋面 很多时候翡翠原始取出的镯子 只是回本的一个途径 想要发挥玉石料子最大的经济价值 只有将边角料充分且巧妙地运用 才能够变废为宝 获取更大的利益 所以呢 可以将料子中颜色均匀 种水相对较好的部分取出 磨制成为翡翠蛋面 其次我们还可以将灼芯做成翡翠原盘 尽可能地保留翡翠灼芯料子 以发挥它最大的经济价值 目前在市面上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佩戴一些圆润的饰品 所以呢 剩余的翡翠灼芯料子 可以直接用来雕刻成山水盘等翡翠饰品 还有一种利用方法就是做成翡翠香叉 有些翠油加里会用到香叉 也可以将剩下的灼芯料 制作成为翡翠香叉 平常所见的香叉都是圆形的 因此呢 剩下的灼芯料 只要稍微做一些镂空的处理 就可以直接用于香叉 这种方法也是很实用的 当然翡翠灼芯并不是无用的边角料 它的用处是非常广泛的 尤其是高种水的灼芯料 往往价值也都是不菲的 所以呢 要实际根据灼芯料的材质和特色而定 好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